当您含冤受屈时 不要气愤 因为神与您同在 以下的圣经金句可以帮助您 圣经诗篇九篇八节说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正直判断万民 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十九节也说 他为困苦和穷乏人申冤 那时就得了福乐 认识我不在乎此吗 这是耶和华说的 另外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就说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者 主说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当您含冤受屈时 记住这些圣经金句吧 愿神祝福您 当生活遇上金句 祝福就在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